内蒙好汉奥日格勒专制各种不服 挺着大肚子就上场 把日本选手打得左右摇摆 最后只能舒坦地躺着 内蒙好汉奥日格勒是中国少数体重超过300斤的格斗手 他的肚子上没有一点腹肌 可是拳头却威猛无比 韩国金赛勋被他暴揍打服 KO过飞多的日本汉将 奥日格勒依旧KO解决 这一天奥日格勒再次客场作战 他挺着一个大肚男 就上场对战日本选手 这个看着一脸老实模样的 就是日本选手增田欲介 比起格斗 他的田径更让人惊叹 不信的话 你看比赛就知道了 让我们看到第一回合 奥日格勒全身紧绷 准备大打出手 结果日本人增田欲介 开始绕圈圈 以中国选手为最远距离 疯狂绕着擂台四处跑 还没开始打呢 就被吓破了胆 他能不能留下来 110kg 如果他继续做了 他会继续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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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瑞格拉 他会继续做了 阿瑞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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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跟着跑都跑出气来了 直接把增田玉剑拉到一边 送他一张蓝牌警告 这是八角格斗场 不是短跑赛道 待会儿必须打起来 要知道增田玉剑也不是什么九流选手 反而还是一个经验丰富 实力不错的老将 在2014就拿到了日本冠军 增田玉剑终于鼓足勇气 对着奥日格勒进攻 一上来就打地面技术 然而中国选手克的内蒙人 摔跤那是从小玩到大 直接背后锁侯增田玉剑 增田玉剑抓到机会 直接翻身反杀 暴击奥日格勒的头部 奥日格勒立刻反击 将增田玉剑翻倒 并且拿到主动拳 奥日格勒将对手牢牢控制在身下 对着增田玉剑疯狂出击啊 要知道这可是三百斤的分量啊 在奥日格勒动机下 日本人甚至只能爆头闪躲 可以 可以 MING IT UP TO IT K,YUSUKE,VAYER EXPERIENED VETERAN YSUDAH HAS BEEN DEFENDING WELL THOUGH MAYBE HE CAN GO BACKWARD AND RUN AWAY FROM HERE BUT HE HAS TO MOVE HIS LEFT HAND TO THE ARMPIT OF ARIGOLA YELLA, IT LOOKS LIKE ARIGOLA HAS BEEN WORKING ON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YELLA, HE DEFINITELY LOOKS MORE WELL-ROUNDED THIS TIME 有15秒剩,他只是燃热的雕 Masuda可以满满的 是他可以满满的 Arigola是不正確的 如果Masuda不停满满的 好,他在那裡 他满满的 在那裡,Arigola是满满的 OK,你能看到有犯罪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刚开始 曾田玉介还想采取保守战术 不跟奥日格勒硬碰硬 但凡奥日格勒出手 曾田玉介能立马蹦出三米远 奥日格勒觉得实在没意思 开启嘲讽模式 曾田玉介终于不逃了 但没想到奥日格勒直接出手 两个人地面对决正式开始 阿尔格勒用自己不厉害的地面技术在地面一通暴揍增田玉介 曾田玉介想象的KO不仅没有 自己都被奥日格勒牢牢控制在下方位 没有一丝办法 就被压在身下一顿暴揍 第二回合 曾田玉介虽然挺了过来 但赢是别想了 比赛来到了决赛局 曾田玉介知道不KO中国选手的怎么都是一个输 于是鼓起勇气和中国选手拼拳 但是奥日格勒的拳法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人肉坦克启动 直接把曾田玉介压制在围楼上 尼尼介或是墓溜的 墓溜的 和墓溜的 墓溜的 墓溜的 这些加异的 冰箱 他有很多肯定 这些转捕的 弓溜的 墓溜的 Masuda has an underhook, but... Oh! Very nice counter. He's fighting back. Masuda is also putting everything. He should have tried this earlier in the fight. That's right.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Yeah,if only he'd have thrown caution to the wind and just tried to strike a bit more, he might have had some success. Masuda is coming with the upper cuts. That clinch position with the left hand. Masuda is doing everything right. He's doing the clinch and he's doing the wrist control. Masuda is just overwhelming. Masuda is tired. Who's not tired here? Yeah.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he went down. Yeah. Took a big shot, went down. This had to be the longest bout that... Arrigolo was in. Oh! Oh! Yeah. Heyihi! 舒坦的躺着 不被大魔王暴揍的日子 真好啊 大家喜不喜欢这场比赛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长安大拇指点赞 就是最大的支持 再会